台北市3号开放内用以来 各家餐厅实施防疫措施不一 击查了1353家餐饮业者 有105家被抓到不合格 以要求业者尽快改善 需要改善的事项主要有 员工没有体温监测记录 无消毒记录 同桌用餐没有梅花座或是隔半 自从我们上个礼拜二开始 开放餐厅内用 当然还是要击查 击查了1353个 有105个被抓到不及格 最重要的三样 第一 员工的健康记录 所以员工是这样 如果有感冒症状就不要来上班 万里你确诊的话搞得大家一塌糊涂 所以员工的健康状况 业者自己要建立系统 就是有发烧有感冒的就不要来上班 万里你一确诊 搞得整个公司都关掉很麻烦 所以员工的这种健康监测 这个要做好 再来是消毒 该消毒要消毒 还一点 这个餐厅距离要够 你要嘛就没发做好不然就隔半 什么都没有就被划 当然我们是不会一下就把你划钱 但是还是要听话 就是要改 不能不改 我们还是逼不行还是要划钱 所以这个拜托各位餐厅 开放内用 这个我们也是心惊胆战 所以大家要合作要配合 另外也有确诊足迹到过餐厅 关于餐饮开放这一周下来 是否对疫情有所影响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表示 会采取稳健务实机动调整方式 持续观察 相关的解封或者是内用 继续开放与否 我们还是采取稳健务实机动调整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观察 最近已经开放内用 那增加的这个确诊案例 不过目前这几天的数字 每一天大概都是一例两例 那有一些是加护感染 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然 明显因为内用而增加确诊数量 那因为我们的疫苗覆盖率还是不足 还有世界各国有关解封的部分 很容易就爆量 所以我们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小心 所以密切的观察跟确实的稽查 现在是我们的做法 那我们会看每天的确诊个案的数量 来决定说这个部分的风险到底有多少 除了中央市府规范 业者需更严禁做好防疫措施 否则也会影响开业 和民众三方共同努力 习惯防疫后时代新生活的步调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其实判判施了 工程不通的 工程不公司 工程不公司 diyorum 工程不公司